德斯拉 绿巨人 汉江怪物 八角怪 核变异动物频现大荧幕 折射出哪些现实隐忧物 老鼠 蚊子 蜘蛛 核怪兽影片带给人类哪些情形 本期老两观世界 逃离德黑兰正在播出 为什么非得制造是个变异的老鼠呢 你说点别的危害 你比方说像日本那个地震造成河泄漏了 然后挺大危害 这可能那种消息 没有大老鼠变异 更容易引起人恐慌和厌恶 因为我们都知道老鼠在生活当中 挺肮脏挺恶心的东西 很多人都讨厌它 一说这东西变大了 那你说得把人吓成什么样 所以它容易忍起人 讨厌排斥的心理 那时候为什么要用老鼠做文章呢 这我刚才说了 老鼠这动物不招人待见 而且它用这个东西做文章 用生物变异做文章 非常符合人的好奇心理 因为这么些年来呢 我们在好多影视作品上 尤其是电影里边 经常出现 因为什么有毒的化学品泄漏啊 尤其是核辐射啊 造成的动物变异 哎呀那简直可怕的不得了 你看就拿老鼠做文章的 美国有个片子叫灭蜀大战 说纽约地底下有群老鼠 受到核辐射了 发生变异了 比一般老鼠更强壮 更凶残 就要以人的这个 新鲜血肉为食 随时可能从下水道里 哇 上一只老鼠就蹦出来 这纽约城面临着这种恐怖危险 而这个片子就说的 核辐射对老鼠 那么不光说老鼠 在这方面说到核辐射 对生物的影响呢 日本出的一个片子叫《哥斯拉》 这《哥斯拉》呢 那个后来美国也拍了一个 咱们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对美国那个《哥斯拉》了解比较多 一个大西医 然后受到这个核辐射之后呢 变成100米高了 然后来到美国 把整个纽约脚乱七八糟 还弄进去 其实这个原版 1954年日本的版本 是和什么有关的 由于进行轻弹爆炸实验 结果呢 就使一个生物 一点点变异越来越大 变成一个怪兽 哥斯拉 这里边这个哥斯拉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张嘴能喷火 其实这是有点乎说不 因为你要是能在嘴喷火 说明你这个动物肚子里边 就得有发生这种 实验的这么一个化学场 那这个化学场 在人体里 在动物生物体内 是没法存活的 当时就是为了夸大 特斯拉这个 1954年 战后的日本 一切都在修复当中 然而二战的核阴影 并未从日本人心中消散 受美国电影金刚的影响 日本电影人 远古英二 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利用核辐射这一概念 创造出一个怪兽 让人们铭记核武器的危害 于是 格斯拉诞生了 这个因氢弹辐射而变异的怪兽 有着庞大的身躯 能轻易摧毁建筑 能口喷高温射线 产生类似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格斯拉的形象 成为很多日本电影 动漫中的怪兽原型 日本以格斯拉为主角 拍摄了28部电影 格斯拉 俨然已成为日本电影的怪兽经典